来 进入到你今天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我们原来AI是专门做 门店智能化跟无能化的 就三分两六十五天 开着二十四条不打牙 这么一个产品 我们去给现在实体店的一些老板 去给他们做功课 让他们来做咱们这种模式 就是人家以前开小店的 楼下开店 楼上住 现在呢 陈鹏那儿的产品呢 就是你卖给他以后 他们可以回到家里住了 那个店可以无人来运营 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可以吗 可以 来 您好 韩总 打扰您一下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您是这家店老板是吗 是 您是一个人看店吗 还是你们一家几口 都在那儿看店 我和我老婆看店 什么事 赶快说 您老婆看店是吧 是这样的 韩总 我们这边现在有一个模式 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 我也给您讲一下 就是这个模式呢 真的很不错 能把您跟您老婆 都能去拨开 从这个店中给拨开 能让您去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然后这个店呢 也可以实现一个无人看守 然后包括 收入还有成本 都会降低很多的 我和我老婆都不在了 谁看店呢 店东西跑了怎么办 所以就是说呀 这就是现在 因为现在呢 也是21世纪了 咱们也进入一个 智能化的一个社会了 然后我们这个科金呢 就是客户 他从店里拿走东西以后 我们这块会自动扣费 您也不用担心 店里东西会医师 只要店里少一样东西 就会从 过来拿东西这个人 会从他账户扣费的 那东西怎么给我保障呢 这个东西的话 咱们肯定会有一些 相关的合同呀 一些协议 包括呢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实体店都正在运营 我也可以带您去 咱们可以去参观一下 然后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觉得你说的 挺有吸引力的 我回去问问 我老婆的意见 或者您看这样方不方便 明天您 约翰 您夫人 然后我带着合同 咱们过来 咱们再详谈一下咯 我明天问我老婆的时间 可以 好 谢谢 我觉得他这么短时间 把这个描述出来 就是销售的基本套路 我觉得是在那里的 体现它基本素质 其实因为我这个业务 还没有特别交代清楚 他就这么短的时间内 然后形成销售 然后说最后一句 我觉得是带着合同过来 跟你一起来交流一下 那这个实际上是 一个销售的一个递进 临门一角 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 好 我说一下 一凡 首先我觉得你是 很聪明的 在销售板块上面 如果你只干了一两年 有你今天的基础沉淀 我们是应该向你点赞的 你完成了几件事情 我觉得不错 第一件事情是 面对面销售 因为你去门店 面对面销售最重要的事情 是怎么样让老板跟你多聊 没错吧 你要占用他五分钟 占用他十分钟 你能占用他三十分钟 基本上就能成交 对吧 就怕让他三秒八 把你赶出来了是吧 所以我觉得你 不管你从你的面向上 你的表情上 言谈举止上 别人都愿意给你机会 这是你很大一个优势 所以我相信你在未来的 销售岗位上面的话 破冰是你很擅长的 好吗 就从刚才这个对话来讲的话 我给你打八十分 谢谢 接下来请留灯的企业家 对郭亦凡再次做出选择 郭亦凡 你进入到了最后的 谈钱不商感情 我给你的岗位呢 是泰坦苏科的销售 六千家 然后呢地点在上海 那我们需求的是销售顾问 我们的薪资是底线是六千家 加绩效提成 及我们的这个整个福利 那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杭州 就两句话你就理解我 我们在做什么 我现在工作给你岗位公司 七千家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 培训一下 就是一个成熟的销售 那我们现在工作地点在北京 但是我们在深圳有office 我们在武汉 其实也是有office的 那么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训练校区 然后帮小朋友 我们来做这个销售 课程销售 我们给到的这个待遇呢 是四千的底薪 加上两千的绩效 然后加上三到七的这个提成 然后再加上这个奖金 计算奖金 综合来说呢 如果以点能力 我现在估计反正正常来说 第一个月应该是在一万以上了 好 来 郭亦凡考虑一下 灭掉其中两盏灯 实在不好意思 不是很想做教育方面的 没问题 谢谢 有请陈鹏和韩一走上竞价台 贝坦 书哥现在在国内 做速度化转型平台的 主要面向的是服务企业端 那陈总所做的这样的 门店速度化产品 就是我们其中一款 我们大概有五百到六百款 这样的SQ 你会在上海进行集训 集训完了以后呢 根据你的个人情况 跟你商业的情况下 第一首选可以留在上海 第二我们还有二十个城市 的子公司可以选择 未来你可以 我觉得你是可以带团队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 是非常大的市场 大概有六百三十万 加零售便利店 这是个非常大的市场 而且我们要征战四方 所以我需要一批 有狼性的团队 当然首先要从北京集训开始 欢迎你来加入我们 谢谢 二选一 月苗AI或者泰坦术科 也可以都拒绝 考虑时间 现在开始 郭亦凡 你的选择是 泰坦术科 好 祝贺你 也祝贺韩一 感谢陈鹏 来 韩总给我说的 未来的一些职业规划 还有我可以学习的东西 说我相对于 比较感兴趣的 所以我也希望 能在韩总这儿 学习到很多东西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 非你莫属 全拼at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请将企业简介和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 招聘at163.com 好了 本期非你莫属 就是这样 别忘了上抖音 搜非你莫属 官方号 每天中午12点 我们在直播间 等着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